Hito Special Rose Lee的問題 當然也要說謝謝您的支持 也希望您在加拿大能夠住得快樂 Rose 你問我說 我出完這張專輯會不會就不再創作了 您希望我能夠改變主意 希望我繼續創作 老實說 我還有很多自己的理想跟願望跟夢想 都想要去實現它 我更想要去看一看我從來沒有看過的世界 這是我一生人最大的夢想 至於您說您喜歡我的那幾首歌曲 希望我能夠講一講那幾首歌的一些故事 其實這樣說吧 我的歌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真實的經歷的故事 如果要說那真的是說到明年都說不完 其實如果有經歷過的人 您只要仔細注意我的歌詞 聽我的歌詞 你去感覺 您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真實的故事 是來自於我的經歷 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些經歷 謝謝你們 哦 真的我覺得 王傑真的是 在這個加拿大雖然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是可以感覺到 一定是一個很會規劃 跟安排自己時間的人 巨星 果然就是一代巨星 不管怎麼樣呢 希望這個粉絲們 能夠持續的 喜歡王傑哥哥 然後呢 來聽聽 Roseley說呢 她喜歡的歌是 黃昏的機場 你依然美麗 還有對不起你 我們來聽聽這首歌 對不起你 你會唱的歌 我會唱的歌 对不起你 这些糟糕日子里 没能让你 感觉一切都甜蜜 也许你会很痛苦和我在一起 太多记忆盖满了无尼 当爱的旋律太过激 就会一步一步离得相比 再多挣扎没有意义 相爱本来就没逻辑 最终变成一次游戏 心里我沿着无辜的被捨棄 我们相爱的故事 就像是走入某某屋里 谁也看不清自己 即使我真的太爱你 就算住你的影子我愿意 我愿意乱走入某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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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看不清自己 即使我真的太爱你 就算住你的影子我愿意 哦 我愿意乱走入某屋里 哦 我愿意乱走入某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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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能够再听到王杰 睽違这么多年开口唱歌 带来个人的新的音乐专辑 他真的有提到过说 每一次专辑都是自己的故事 然后都是很用心的 在跟大家做交流 那除了这个白天 可以锁定这个阿关的时间 之外呢晚上我们的夜猫 DJ Dennis也有这个王杰大哥的 QMA一样可以呢早上听一次 晚上听一次享受 不一样的聆听体验跟感动